大家好 我是Hidy 我回來了 剛剛跟媽媽去了六日東京休息一下買東西 沒有拍一個很詳細的Vlog 但很多觀眾都想知道我去了哪裡玩 吃了什麼 所以也有一點記錄 如果你有興趣就看下去吧 哇~~~ 這次去東京是住朋友家的 所以就沒有room tour了 我們放下行李去了附近一家家庭料理的餐館吃東西 果然在日本越不起眼的地方越好吃 昨天我們是搭早機的 但到了東京已經是黃昏六點 打點好東西就出去逛 買了很多東西 之後吃了一點東西就回到朋友家 今天就一早出來逛逛了 好開心啊 搭完巴士我們就轉這個地鐵 這裡一出站就有招財貓了 我們在這裡選薑 因為想煮薑水 有東西叫做遺傳 明明說買一塊薑的嘛 看我媽媽 又買辣椒油啦 又買零食啦 我們到了啦 現在呢 就走進去 這次放了行程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豪德子 很想看這裡這麼多這麼多的招財貓 市區過去都是大約三十分鐘左右 一場來這裡買不買一隻好呢 買哪一個大小好呢 OK 之後呢我們打算去Shibuya街啦 但是十二點已經敷了 所以唯有吃午餐啦 二百元就有這個質素啊 夠命啊 我吃的是小喜燒 然後媽媽呢 就吃一個shabu shabu 它有一些都很漂亮啊 它有豬肉有牛肉應該 總之好瘋啊 這件事 我到現在都沒接受到 二千七日是這個牛肉 CP值極高啊 可以一人一窩啦 之後呢 又不用排隊啊 如果大家去Shibuya街的話呢 我都蠻推介你們去試一下這一間的 既然都在攝谷元宿這一帶呢 就不如去代代武公園撞一下彩 猜不到三月頭真的有櫻花 你看後面有多少人一起上櫻 這一天晚餐呢 就去了朋友推薦我們去試的Find Downing 是我早就預訂好了的 這個龍珠呢 是不是很有趣啊 剛才那個龍珠呢 裡面是湯來的 一口吃下去呢 它全部都是液體來的 很神奇啊 跟碟融合了 好像碟裂出來的 好搞笑啊 灰色的一片片下面呢 是魚來的 因為這裡的裝修 外套都是灰色的 所以這條菜它也是叫做Gray的 這個猜不到是馬鈴頭來的 我朋友說這裡是他在東京最喜歡的一間餐廳 我覺得整晚的味覺和視覺都是很享受 很精彩的 人均大約1200元左右 如果不喝酒的話 是要很早預訂的 我本來是想預訂午餐 一個月前已經沒有了 最後它揭曉了今天的菜 還有一份小禮物 第三天的早上 我們去了新宿御苑 找到了 找到了 這一棵超粉紅 它比昨天更漂亮 在Yoyogi那邊 那個櫻花 你看看 昨天上去Shibuya Sky 我立即上網預訂飛 今天再去 現在還是早上十點多 所以不算很多人 上來還有很多這些梳化位 我也很想嘗試坐在這裡 看著這個景 很棒 嘩 這裡還有一塊鏡子 可以自拍 最多人拍的是這個角落 因為它後面的玻璃是一半而已 它不是全風 但實在太恐怖了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拍一段時間 這裡應該都要很久 所以我們放棄這個角落頭 好 今天的午餐 我們打算要吃這個 看到很多人拍的 日本最近好像是流行吃漢堡扒 我都不收拾 我和媽媽一人叫了一個主打套餐 然後你看一塊肉 是超厚的 差點忘記了 要在這裡選一隻雞蛋回去吃 每人可以拿一隻 不用錢 它的厚度 加點脆脆 加蔥 加一點點 紫菜 最後可以加湯變成茶漬飯 這個又是很好吃 這裡面是會有小豬的 我預約了晚上六點 又是要預約的 要不然是會滿滿的 另一個早上預約的行程 就是元宿的豬豬cafe 他們是超可愛 有大豬有小豬 你看看他的尾巴 超厲害 他比Chopper厲害 他們竟然會去VVPAD 那裡去廁所 你看他們去廁所就會走 所以不要再說人是豬那麼蠢 其實小豬都很聰明 我們今天吃晚餐的地方 就到這裡 它是一百年前 這裡建築的樣子 應該是有裝修過 但是沒有改過 大家猜一下是吃什麼 我們去吃壽司 然後安裝到裡面的樓梯 以及騎樓 有沒有像以前藝記回憶 六個小時的感覺 這裡的晚餐是大約七百元左右 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入門級的價錢 我覺得它不是很傳統 很靜 很嚴肅的Omakase 反而師傅是非常熱情 去介紹每一個食材 整個感覺很輕鬆 吃起來的氣氛也是很開心 雖然它未必是用到最頂尖的食材 但是絕對不滿滿 而且也很新鮮 尤其是有一處用了 樓下米芝蓮一星天婦羅店的 天婦羅蝦做卷物 真的很回味 加上這個拖羅派對 我到現在剪片都在流口水 特別名謝就是 坐我旁邊的香港朋友 借了電給我拍 不然我忘記了帶後備電 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現在時間是早上八點半 我去了這間拉麵店 給大家看看它有什麼拉麵 現在聞起來是很香的 通常這些出名的拉麵店 外觀也是很平實的 它低調到舖的名字 都是放在地上的 大約九點半左右 它就會拿發板出來登記 順序寫名字 跟時間回去就可以了 不用死手的 寫完名字就可以出去逛逛 準時11點半回來 已經是全日太曉醜了 所以真的要這麼早來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我們待會就會知道 我們買了這幾個 這間東京排名第一的拉麵 一位師傅包辦 每天只賣60碗 我只賣60碗 只是站 있다 只是一位 一定要拍照 只賣60碗 只賣59碗 只賣60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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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師傅包辦 有60碗 只賣60碗 還要10碗 只賣60碗 非常吸引 很清澈 肉好像很好吃 叉燒這麼厚 油脂很平均 湯底喝的感覺濃縮了很多精華 但不像豬骨湯 很厚 拉麵很滑 有麵粉香味 不過很有名的雲吞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反而是叉燒 入口即溶 肥瘦式中 還有淡淡的炭香 很棒 配合雞蛋 味道 生熟程度 我都覺得控制得恰到好處 整件事配搭得很好 所以一口接一口 很快就吃完了 留下叉燒最後才可以吃 如果要站在這裏兩三個小時 我都未必 不過這樣登記完再回去 真的一事無妨 吃完這個每次去日本都要吃的吉列牛 就完結這次的東京之旅了 這個應該不用怎樣介紹 它是外面炸了 然後裡面還是半生熟的牛扒 我們把它放在火爐上燒一燒就吃得了 一放下去的口是很幸福的 這次這個旅程主要是陪媽媽 不是拍了很多片段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這個短短的Vlog 河口湖的Room Tour 然後那邊的片段我會另外再剪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星和星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看到嗎 在這附近來的美日下午幾个月 你應該怎樣 在這次假閉下 沒問題 啊 沒有問題 這會不會有問題